第十八題乘上題 當甲氏管和物氏管的容易完全混合後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加入的氫氧化鈉跟鹽酸木耳素相同 我們要我們這裡邊他們的鹽酸 跟氫氧化鈉的濃度都一樣三大M 體積都一樣五毫升 所以呢他們的濃度一樣體積一樣 所以木耳素就會一樣 所以呢選項A是對的 混合後之後會得到的是氯化鈉 我們的鹽酸有氯化氫氧氧化鈉氧氧化鈉 所以氯跟鈉變成氯化鈉 所以B的選項也是對的 那麼鈉離子跟氯離子不參與反應 我們曉得酸氧中和的通勢是氫離子加氫氧跟變成水 所以這邊的其他的離子是沒有作用的 他還是維持了鈉離子跟氯離子 所以呢C的選項也是對的 混合後的溶液無法導電是錯的 因為混合後他最後產生的結果就是 以食鹽水 食鹽水氯化鈉水容易 氯化鈉是電解質可以導電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第18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混合後的溶液無法導電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